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们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呢 真要是这么赚钱 为什么又招不到人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啊 我找到了一名美国的非著名华人卡车司机 老罗带大家填一把美国卡车司机的生活 美国大部分的卡车其实都是跟老美公司走的 买都是二手车 二手车哪来都是那帮老美大公司 他们一定订好几百台 他们不买新的 不买旧车 晚上把那个这几百台车就跑可能一年或两年全卖 这么的就有年年就大量的那个那个二手车 从那个市场上扶来 现在咱们华人这圈里买的都是华人兰德 价儿便宜 所有东西全都便宜 修的也要贵也多 晚上价儿便宜 像或者说我不少价儿只能去地里修 或者去地里拿 修就特别贵 在美国开卡车就一点 你要是能吃苦你就绝对能挣着钱 我朋友 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年一年挣了拿到手拿到拿了十三万 说笼统点就是四季一万车主就两万 一个月基本上就这样 我记得听说过就是很多人那个流程是先开车开车了之后赚点钱就买第一个车头 然后一个车头两个车头越滚越多 是 这是你听到比较正能量的方面 还有不少人是开完之后了 从时代这个就是八台五台六台 到后自己升一台完直接车都卖给别人干去了 因为当老板卡车这个老板呢最害怕就是半夜听着电话响 半夜电话一响他心就咯噔一下 拿下电话一看四季脑又嗡完一截 听对面说啥他都不敢这事 对面说完了翻车了当时嗡一下 对面哎呀我哪里坏了啊那没事马上车就修 就基本那种呢他说心里压力太大 他说后来他就车自己一台车都卖了 就直接就就我给别人卡一下 修车不用管车坏了我什么都不用管 我就安心老老师挣点钱挺好 虽然肩负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卡车司机绝对是一代移民 最快能够赚钱卖方的行业了 不过考驾照呢对于很多英语不好的话上来说啊 并不简单 我是16年嘛16年拿驾照 那我考卡车票那个时候 那是没有中文体业全都是英文的全英文的 我还有不少就是你市长大的根本一点英文不贵 他背不来呀 后来加州纽约好像第一个有中文的 我还是是加州有那个鄙视中文的 完了就不少人去考去了 你干事除了这个工作以外任何一个工作 你都得让老板看着老板都得你不行 你得干这个你看唯一就卡车了一下 所以说有不少人只要卖起来了 基本上不会退 除非是身体就是有什么问题了 他才不干了 要不正常 我有朋友就是那个血压高下不来 把人下来不干了 干不了了一程刚才不能再开了 要不一般没有人会退出来这个行业 那作为美国的传统高新行业 围绕着卡车司机的服务也都更加周到了 在卡车休息站里 从加油吃饭到洗衣洗澡 甚至是打台球看电影 真的是应有尽有 休息站这个东西就是 寂寞基本不进休息站 进就是加油 休息站主要就是老美 华人不少人就是进休息站 他就是加油 晚上有的事多点的 还干净点的呢 洗个澡 老美开卡车 那绝对是出来 眼睛要的也是生活 不是我出来逛挣钱来了 所以说老美有的开卡车 到点六七点钟 人早上十点 就跟咱上班的人开着卡 到六五六点钟 人夸查就找休息站 进去吃饭 洗澡 旁边的睡觉 没有像中国人似的 跟咱们亚洲人那种 使劲流 没有 没有 这怎么呢 跟那买票 完了他会喊号 我告诉你去哪个屋 你还能带啥 locker 对 这边 洗衣机房 洗衣机都有 洗衣机不开 你都会投币的 这是号 那张纸会给你个密码 你当时一按门就开了 进就洗了 明白了 这家算大的 正常 外面也就十五六个 这是什么会员卡 挤一下 拿这就能换机份 洗澡 拿这个换换换 直接用了 前面 在那边是钱 拿这个到前台 买水买吃 都是白费的 拿鸡粉换 因为跟这加油了 他拿着什么来 这个东西就是装货 货一开的时候 它用去抖 这玩意儿就是你看那个摆的嘛 给那俩车中间给卡上 这货就卡着 就跟墙上了 这种老美可能开 都开四五十年的 对 我有个朋友 那啥 那个老头 开了到四十多年 一次发展没死 我开卡车 就是他拿的货都是公司给的 就是挣的率多的 基本上卡车洗澡是不花钱的 因为只要你加油了 他那个油条 基本就能让你两个人洗一回 虽说在美国开卡车 挣得多 不超载 路上洗澡吃饭 也都不耽误 但其实这个工作呢 它确实也不容易 这个是我老板 以前一直没开长途 后来来他公司 我才开过几回长途 往平常帮他跑楼口嘛 就是最主要的念 就是因为不能回家 你说都在一起 你整个异地链 也不那么回事 你开长途 就是油门一踩 那要啥玩呢 定数一挂 长途没有银 你就开一块事 码头不行 码头站牌 你像我以前召集回家 我都插队 插队后 一趟也全喇双骂的 但是你要不插队的话 那你就这一趟等完 你可能零成两点了 每头码头是有工会的 工会给你引进到码头 你才能跟那工作 所以说他们都是亲近关系 干活的人 领导就可能是在救 然后他们干活也不好干 10点开始干活 10点半才到 如果像中国 像青岛 还是浙江那样码头 我听他们说 我在一个码头里边 就9个人上班 全是无人的 自动化的那些 但美国码头不可能 因为有工会 一旦你自动化了 所有人全下岗 所以这事都不可能 这是中国最原始那种 龙门调在干活 就是挺无聊的跑长途 就跑长途的话 就是11个小时一天 一个板差不多 完之后又一直开 一直开 完之后就感觉 你刚开始还可以 后来的话 你想想 就11个小时一直坐着 完之后也 特别疲劳 完之后也特别困 一旦你扯坏半道了 这是最要命的事 花钱这小事 你还等时间 那有时候居然队 不是说来就来 有时候等4-5个小时都在忙 或有时候等到8-5个小时都有的 这动物还有一件事情 冬天 冬天在外边 比如说宾州了 或者是外州 高速的有一些地方 也是荒郊街顶 那种小高速上面 那就是没有救援 他也没有那么快来 而且大雪 有时候都风露 就等十几个小时 那是最惨的事 对 这还是卡车司机 也算比较高位的工作 就前一阵 几个月前 一个小伙儿刚结婚 刚有孩子好像 刚结婚 刚有孩子 跟那老头出车 晚上老头开车 可能是睡着了还啥地 直接放狗里 完就死了 孩子可能刚死了 所以这个危险系数还是挺大的 不像说你 你说你住办公室里 捧他了 那是属于天天人货 但是你开卡车这种东西 你自己控制不了 因为本来它就是个长湖的湖 你不定在什么时间你困了 你困那一瞬间 你要一个没注意 勾勒你翻了 你可能就再起不来 都赶着回家 就是你不管年轻人 还是睡着大 谁都想躺自己床睡觉 这是百分之百的 毕竟车上睡觉不是那么好受 那受疫情影响呢 美国的网购数量迎来了历史新高 随之而来对物流行业的需求 进一步抬高了货架 所以在这一年 美国卡车司机的收入和待遇 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让越来越多的华人 涌入到了卡车行业 那好吧 这期罗贝美呢 倒是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